詞曲 李宗盛 第一 礼敬诸佛 看今天能否说 希望每次 说一点 即十次都说 《普言十大愿王》 《普言十大愿王》出自《怀严经》 我读中的一段给大家听 已是普言菩萨摩科萨 清赞如来 胜功得已 告诸菩萨及善才言 善男子 如来功得 假使十方一切诸佛经不可说 不可说佛策 极微 尘素劫 相续演说 不可窮尽 若欲成就此功得 应收十种港大行愿 何等为十呢 一者 礼敬诸佛 二者 清赞如来 三者 讲修共养 四者 忏悔业障 五者 随喜功得 六者 请转法轮 七者 请佛注誓 八者 常随佛学 九者 行顺众生 十者 普佳回向 这十种十大愿王 每一个是四个字 但含义好说 我们今天先说 十大愿王里的 礼敬诸佛是何解 礼敬诸佛不是拜佛便可以 拜佛便是礼敬诸佛 我们读佛经 要追寻它更深的义理 不可以看表面的文字 什么是普遍十大愿王的愿 愿有通愿有别愿 菩萨法的愿 乃至一切众生 受三规的时候 佛法的愿 通愿是四弘识愿 通于一切 众生无边世愿道 烦恼无尽世愿断 法门无量世愿学 佛道无上世愿成 通愿 通愿是以虎杂灭道 四圣帝而发 大家又要知道 什么是虎杂灭道 四圣帝 众生无边世愿道 是以虎而立 众生有无量虎 所以世愿要道脱众生 烦恼无尽世愿断 是以乘而建立 为何 因为虎是从烦恼而生 所以烦恼无尽世愿断 是以乘而建立 法门无量世愿学 是以道而建立 循至修道而成佛 佛道无上世愿成 是与灭而立 当你能够了解 知道苦的原因 找到法门便自然成佛道 所以通愿是以四圣帝而法的通愿 别愿有弱师佛的十二大愿 别愿 通愿 别愿 弥陀佛的四十八大愿 各自不同 佛菩萨发的愿 有各自不同 也叫别愿 各下都可以每日发别愿 每日要自归于佛 自归于法 自归于僧 你发了通愿 还可以发自己的别愿 每个众生都应该有自己的别愿 这个别愿是自己创造出来的 弱师佛有十二个大愿 弥陀佛四十八个大愿做宋生 观音菩萨 尋声救苦 随泪现身 大慈大悲 广大灵感 地狀菩萨 地欲不空 誓不成佛 众生度尽 方正菩提 如是者 每一个众生都发他各自的别愿 这个普言十大愿王 是普言菩萨殊圣的别愿 观音址上有四大菩萨 其中一尊普言菩萨 我们拜忏的时候 拜普言菩萨 有一菩萨 我们一开始拜若思忏的时候 有一菩萨刚临 便是普言菩萨 便吉菩萨 十大愿王为何如此重要呢 行愿品中说 是人临命中时 一切诸根释佳败坏 一切亲属释佳离 一切威誓 释佳退失 唯此愿王 不相舍离 于一切时 引渡其前 一刹那时 值得生极乐世界 到了极乐世界 即见阿弥陀佛 文殊施利菩萨 普言菩萨 观自在菩萨 弥勒菩 即是人临命中时 一切都没有 唯有这十大愿王 可以伴随着你 跟着你的愿望 而令你往生西方 一个人临终时 万般也大不去 所以说 一日无常到 方之以梦旅人 万般大不去 唯有孽随身 孽随身 但因为你亲近十大愿王的缘故 得到十大愿王的慰护 常随于身 而不舍离 你修正祖最亲切的朋友 最亲切的老师 就是这十大愿王 所以你对这十大愿王 不能不了解 你只是礼敬诸佛 我拜佛 礼敬诸佛 你要深切了解 普愿菩萨发这十大愿 每一个大愿的作用在哪里 他的体 他的相 他的用 今天 我们说礼敬诸佛 普通人不知道拜佛的意义 他以为拜佛是拜过偶像 拜着金银铁铁石黑木乃至捐兽 拜过偶像 其实拜佛 礼敬诸佛拜佛是有两重深刻意义 一个是外的意义 一个是内的意义 因为我们要有一个敬礼的对象 佛菩萨是我们行善修德修道的真相缘 因为有这些圣像 眼观圣像可以回溯追忆到这些圣者 过去光明洁净的历史 以及修正无上正等正觉的功绩 广道众生的大愿 我们一拜佛像的时候 在上导引起我们的追忆 引起我们的景仰 引起我们的向往 所谓见言施齐 给予我们学对学佛的莫大的鼓舞 这是对外相的一种观赏 所以一定要有外相 能够勾起我们的追忆回缩 第二 当我们见到圣像的时候 能够启发内心的善根 由于外形的敬礼 一面是所谓见相作福 闻声喜观 见到相 便知道便要收福 无福怎能有三十二相 佛有三十二相 八十种随形好 这些必须要知道 至少不需要背诵每一相 也要知道三十二相是甚麽 佛的相是甚麽 为何有八十种随形好 所谓见相作福 见到相便知道 便要收福 闻声便是喜观 听到念佛的声音 要喜观想 喜观想 能令你增加念佛的定力 和启发你的智慧 而见三十二相作福 亦叫你持戒 即是当你面对佛像 一拜下去的时候 便有戒定为三无留学的启发 为何见到佛像 为何有三十二相八十种随形好 因为宿世以来 生生世世 延持戒律 收戒 所以有三十二相八十种随形好 为何有定 因为佛辞戒后 涉心于定 从定法位 一面对佛像 我们是见相作福 闻声喜观 增长善根 勾发到内在的般若正治 启发到内心的智慧 这是拜佛的意义 所以拜佛不是拜偶像 要懂得解释 好了 离敬诸佛 拜佛有十种 前两种是不如法的 后八种是如法的 有十种 离佛 离佛 第一 我慢和万里 即是拜佛的时候毫无诚意 只是别人拜便拜 所谓行道由于推海 离佛由于中米 你有听过这句话 行道由于推海 什么是海 石是哪个海 海即是石磨 离佛由于中米 离佛由于中米 每次拜人由中下 中下便由于中米 这是我慢离 唱离离 即是拜的时候心不再燃 如应声从 随声附和 有一句俗语 小和想念经 有口无心 小和想念经 不会念 有口随着声音去念 心不是在经上 心拜下去 心里想什么呢 想其他东西 想彩票 想发达 想明日 想后日 想过去 想现在 想未来 并不是心在拜佛里面 这叫唱禾离 就像我们的拜叉 那摩 他的心不是在那里 又搞一意 直撥一样东西 想另一样东西 看左看右 这叫唱禾离 这两种离都不与法 我慢离 唱何离 都是不如法的 前三两种是不如法 后八种是如法 现在我讲后八种如法 第三 恭敬礼 我们拜法里面 以五体头地为最恩重 最恭敬的拜法 我们拜的时候 五体 哪里五体 头一体 两爪 即是这里 两室 头 两爪 两室 拜下去五体 五体头地 这叫恭敬礼 以自己最高的头 拜下去 捧着佛最低的竹 这叫做头面接竹归命离 我们拜梁王宝忏的时候 不是经常有一句说话 因为他的忏文 一定有的 五体头地 如泰山崩 五体头地 如泰山崩 即是泰山很隆重 拜下去的时候 五体头地 如泰山那麽稳重 这麽严肃地拜下去 如泰山崩 所以这叫恭敬礼 如果你拜恭敬礼 拜下去的时候 三叶清淨得无量福 当你拜下去的时候 如何呢 口念圣号 是为口叶清淨 你拜下去的时候 身五体头地 是为身业清淨 意念集中精神 以无上尊敬意念清淨 可以三叶清淨地拜 这是恭敬礼 如果三叶清淨恭敬礼 有五种功德 形貌端正 现世来世形貌端正 妙好音声 财富富饿 生高贵家 得生天界 得上生天界 拜佛这个恭敬礼 这麽重要 如果你诚心 身口意三叶清淨 拜下去 如五体头地 如泰山崩 有这麽多功德 还可以死后生天界 说到这裏 可以讲一个故事 因为 有些时间 色提缓恩 是帝昔天的 三十三天天王 色提缓恩 是三十三天都利天 帝昔天的天王 在三十三天 天的天福 很多 人间没有苦乐参半 天只有快乐无痛苦 但还要有死亡 天也有寿命完结的一天 这位色提缓恩 知道自己寿命完 经过千千万万年 寿命完 而且他自己有神通 他寿命完之后 便会投生在人间 投入奴胎 做奴 人也做不到 做奴 为何如此 因为他宿世 未生天时 前世所做的杀业 所作的罪业 令到他去天界响言福之后 下一生便会投生 人间作奴 奴 奴马的奴 他心中非常苦恼 他旁边的大神 也知道他快要寿命完结 有些大神提供他 人间有释迦茂利佛 不如你去人间请教他 请教他如何延长你的寿命 这个释迦茂利佛 有神通便宜然在释迦茂利佛 礼拜释迦茂利佛 很恭敬地礼拜释迦茂利佛 希望释迦茂利佛 能够示他的方法 如何不用死 死了之后不用做奴 不用作奴 但当他一拜下去的时候 五体头地鱼 太山崩 三叶清淨 非常清淨 一拜下去的时候 立即入到梦中 入了梦中 何事物呢 头生人间了一只奴 这奴是在一个陶瓷的房间 即是做陶瓷瓷器的房间 是磨石磨的奴 有一天不知为何 发了脾气 将后腿猛踢 踢破碗 这个徒师很激愤 造了很多碗 踢破碗 踢破碗 他拿了一支铁棍 一棍打死了奴 一拜下去做了一个长的梦 奴死了一拜上来 噢 释迦玛尼佛与他说 你作牢那件事已经解决了 即是拜一拜佛 就不用做牢 不要到人家去 拜一拜佛 就是那么多力量 那么大 但是这个拜佛跟我们的拜佛不同 我们没有三叶清淨 没有俗圣的功德 我们拜佛像中米一样 行道犹如推海 拜佛犹如中米 怎会有功德呢 这叫做恭敬礼 这是第三个礼 第四个礼是什么呢 即是无相礼 怎会叫无相礼 无相者空也 无相便是空 如果拜佛的时候 观能礼和所礼都是空直 所以拜佛时有一句解语 要背诵 能礼所礼 性空直 感应道交难思疑 我此道长如帝诛 诛佛菩萨映现中 我身映愿诛佛前 头面接触归命礼 要有无相礼的诵解 要背它 即是能礼所礼都是空的 缘起性空的 如幻如化的 叫做无相礼 第四 第五 起用礼 虽然是无相 空 由假入空 由空出假 不是空调一切 由无相礼再进一步 观空 能观 能礼所礼都是空 其性空直 幻起幻化 虽然是空 但有因果关係互骗互容 生起作用 生起无量的功德 生起无量的感应 虽然是空直 而有无量的感应 无量的功德 为什麽呢 究竟如虚空 港大如 法性 究竟如虚空 越空调的能力越大 当观一切法空的时候 功德就更大 更加殊胜 虚空充满东西 便摆不到 当它空调的时候 容纳一切 由空里面起用礼 由无相礼 而成为一个起用 从空持用 无量的用 无量的功德 广大于法性 照经如虚空 第六 内观礼 离观礼 内心观赏静景 不外攀望情 不会攀缘外景 直礼自性空直 法身真佛 心心相逐 不离清淨实相 即将你拜下去的时候 内观自性清淨 这就叫做内观礼 第七 实相礼 观内观外同一实相 而实相无相其性本空 就是这样能够 令自己的心内无执着 明静如珠 明静如珠 就是实相礼 你拜下去的观内观外同是一实相 实相无相其性本极 心内外没有执着了 明静而住了 《仁皇经》里面讲 观身实相观佛亦然 但将尽佛自真和静合一 内外占言空直 实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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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 第八 大悲礼 观众生的苦 起大悲心 不为己求 自在广度众生 无缘大词同体大悲 发起大悲的心 第八个是大悲礼 大悲礼 大悲礼 总是礼 总是礼 你拜的时候 总是前面的三四五六七八 由有相到无相 无相启用 外观到内观 内观到无尽观 但那个时候 赞言空直 实相现前 成为理事无外的法界的归命你 这个总邪 第九叫总邪来 最后第十 无尽来 第十是无尽 无尽你的自识 当你礼拜的时候 你礼拜得很熟 天天拜 静静圆通 每礼拜的时候 就有种种无碍的作用 事事无碍 理事无碍 任运现前 那个时候 能理所理 信空直 感应道交难事一 我去道场于地诸 诸佛菩萨醒现中 我今诸佛前 徒命解诸归命你 这个是无尽理 《华言经》里说 一无孔中悉明见 不思已受无量佛 一切无孔皆于事 普来一切世间等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我拜的时候 我身里面每一个毛孔 都见到不可事宜的无量诸佛 我每一个毛孔都如是 普理一切世间灯 世间灯是什么 火就是世间灯 普理一切火 身里面每一个毛孔都是拜佛的 无尽那么多拜佛 我们若诗叹 正话便念到 于一念中 公养法界一切诸佛 于一念中 言种种神力 道脱法界一切众生 成等正觉 我们拜佛的时候都是 于一拜中 普拜法界一切诸佛 于一拜中 献种种神力 道脱法界一切众生 成等正觉 这个才是拜 原来是这样拜的 如果我们常常这样拜佛 然后哟 FO感应到普贤菩萨法零抚 一世界一切众生 如果我们常说 拜佛 在每一天都要及一百八一百八 每天也要拜 拜佛是非常重要的 普贤十大愿皇 第一就是拜佛 你不要说拜佛 拜佛很简单 拜佛里面的毅力太高深了 你们的观想太微妙 太俗胜 一拜下去 无尽你 从有相到无相 从内度外 从有到空 从空入甲 空甲中三观现前 是天太宗 一拜就有那么多力量 行愿品里面说 所有尽法界 虚空界 十方三适一切佛察 极微尘罪诸佛誓尊 我已抱怨行愿力固 深深信解 于对目前 适以清净身与义 常修礼敬 普言菩萨说 如果根据十大愿皇 第一 礼敬诸佛的礼法 决定往生西方折落世界 因为仗着普言菩萨的大悲愿力 启发静心 礼敬诸佛 同时知道静心 不离诸佛之心 不离普言之心 菩萨之心 不离众生之心 而众生之心 普言菩萨之心 诸佛之心 亦是自己的心 自他互骗互容 清净无碍 如果这样礼敬诸佛 会感应度交到最高的境界 所以 拜佛 不是很简单 如果用清净身与义去拜佛 功德非常之大 同时一样拜佛 为何有些人拜佛得到感应 有些人拜佛像中米 根本没有感应 不是菩萨没有感应 是你自己不够成 千江有水千江月 万里无云万里天 月亮就是一个 月亮不会有分别 照这个湖 不照那个湖 这个湖我不照下去 这个湖不照下去 没有分别 众生皆平等 但你的心 有污染 你的湖水 心里的湖水 污染了 反照不到 你要自我修持 所以我们要修心 修心 念佛也要修心 如果能够念到念佛里面 具足无量修心法门 亦是一个很高的境界 这是念佛三会的境界 今天我简单来说 将普然十大愿望里面的 礼敬诸佛 讲完 我们应该启示到 拜佛时要很有诚心 不像推磨 不像中米 才有莫大的功德 而普现十大愿望 我们一定要修 每一愿望里面都有很大的意义 我下一次 又跟大家讲第二个愿望 第二个愿望是什么 讲修供养 是否第二个愿望是讲修供养 清赞如来 我们每一次讲 下次怎样清赞如来 为何我们下星期日 继续 好